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颖,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 估计80%的人鸡蛋买回来都会直接将鸡蛋放入冰箱,然后就撒手不管了 但鸡蛋的保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一不小心可能就出了错 以晚餐吃蛋炒饭一家三口中毒,去年5月,沈阳的一家三口,晚餐吃了自家做的蛋炒饭 半夜全家人出现呕吐、高烧、腹泻不止的症状 最后,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其中孩子情况最严重,送到医院时体温高达四十几度 医生化验后发现全家中毒,竟是因为蛋炒饭中的鸡蛋已经变质了 鸡蛋是最近刚买回来的,还一直放在冰箱里,怎么会变质了呢? 原来,鸡蛋刚买回来的时候,妈妈看到鸡蛋外表不干净,就仔细清洗后再放入冰箱 而鸡蛋被清洗过后是非常容易变质的 这则新闻的记者就做了一组对比实验 将鸡蛋分成两份,一份仔细清洗后放入冰箱保存 另一份则直接放入冰箱存放五天 五天后,分别将两组鸡蛋打开放在盘子中 电话发生了 一、没有经过清洗的鸡蛋,打开后依然完好无损 没有变化,也没有任何意味 二、经过清洗后保存的鸡蛋,打开后蛋黄已经完全散了 闻着有臭味,已经发生了变质 鸡蛋的外壳脏,在烹饪前用水洗一下,再加工是正确的 但洗过的鸡蛋会加速变质,就不能再放回冰箱保存了 二、生鸡蛋为什么不能洗? 鸡蛋的表面其实布满了许多看不见的小孔 被一层保护膜封住,不让细菌从小孔里钻入 如果用清水洗鸡蛋,这层胶一样的保护膜就会被破坏 并溶解在水中 小孔失去了屏障,细菌就趁机进入鸡蛋内繁殖 把新鲜的鸡蛋变成了坏蛋 变质的鸡蛋内繁殖了大量的细菌 人体食用后会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 特别是小孩,孕妇和老人这类体质较差的人 它们吃后会出现腹泻、腹痛、恶心等症状 严重时可能还会导致死亡 坏蛋这么可怕,那么有办法辨别吗? 有两个简单的办法 如果把鸡蛋打开后发现蛋黄散了 蛋白蛋黄混在一起 说明鸡蛋的卵黄膜已经失去弹性 鸡蛋也不再新鲜了 如果蛋黄蛋白混在一起的蛋 同时散发出美味、腐臭味 那就不能再食用了 新鲜鸡蛋蛋黄蛋白形状分明 如果鸡蛋还没打开 可以把鸡蛋放入一碗冷水中观察 新鲜的生鸡蛋一般都会沉到水底 半粒或直粒的鸡蛋 说明已经放了一段时间 整粒鸡蛋浮起来很可能已经坏了 这种做法判断的依据是 如果鸡蛋被细菌感染了 细菌会放出大量的气体 导致鸡蛋浮水 很多人习惯将鸡蛋大头朝下 然而这样的做法错错错 鸡蛋的气孔主要集中于蛋壳的大头异端 大头向上可避免蛋液影响呼吸作用 避免鸡蛋变日 鲜鸡蛋的蛋白浓稠 能有效地将蛋黄固定在蛋白的中央 放久了 蛋白中的粘液素在蛋白酶的作用下 会脱去部分水分 固定作用减弱 蛋黄比重比蛋白轻 如果鸡蛋横放 蛋黄就会上浮靠近蛋壳 变成贴蛋或靠黄蛋 而靠黄蛋主食容易散黄 在存放期待时 切记要大头在上 小头朝下 不要横着放 三四个吃蛋必备的小技能 GET 要吃到新鲜营养的蛋 给大家几点小建议 长斑的蛋别买 鸡蛋外壳或内壁有黑色的斑点 一般是细菌入侵附着的表现 已经不够新鲜了 曾有微卖的妈咪用户反应 买来长斑的鸡蛋 蛋黄和蛋清看起来没有问题 孩子吃了以后就拉肚子 二 放冰箱储藏 一般在冷藏温度4摄氏度以下 新鲜鸡蛋放多一个月问题都不大 现在天气变热了 室温下存放超过10天就容易变质 三 大头朝上 放别横放 鸡蛋的大头一端有气势 树放时 蛋黄上服贴助气势 可以防止细菌侵入蛋黄 减少营养物质流失 四 关于鸡蛋的小知识 第一个就很有用 一 土鸡蛋更有营养吗 土鸡蛋比起普通鸡蛋确实更香 口感更好 但营养价值其实差别不大 不差钱的大可以买贵一点的土鸡蛋 毕竟好吃 鸡蛋是红皮的好还是白皮的好 不管是红皮蛋还是白皮蛋 新鲜的就是好蛋 蛋壳颜色由母亲的基因决定 至于营养价值 二者并无差别 选白皮还是红皮 就看您喜欢哪个色号咯 三 蛋黄颜色越黄越好吗 从整体营养角度来说 蛋黄金黄的鸡蛋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 而且在鸡丝料中添加色素 也可以让蛋黄变黄 所以不必纠结蛋黄颜色 颜色浅得照样好 四 脏鸡蛋更新鲜 有些人买鸡蛋时会专挑脏鸡蛋买 认为外壳沾有鸡粪 鸡毛和血丝等脏东西的蛋更新鲜 然而并不脏 鸡蛋的表面不仅有看得见的脏 还有看不见的致病菌和微生物 如果不小心污染到其他食物 五 蛋壳上长却斑暗纹能吃吗 这年头连鸡蛋都要拼研制 其实鸡蛋好不好 与这些特征无关 如果打开后蛋壳内壁有斑 那才真的吃不得 六 弹跳力强的主要是买到了假鸡蛋 有人将熟鸡蛋剥壳筛一下 竟能像乒乓球一样上下弹跳 就认为这是人造鸡蛋 这纯属想多了 一个鸡蛋才多少钱 造假划得来吗 更重要的是 在造蛋壳的技术上 目前人类还达不到鸡的水准 七 吃鸡蛋一天不能超过两个 建议普通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就行了 如果血脂偏高 最好少吃点蛋黄 并且每周吃鸡蛋不要超过四个 八 蛋黄和蛋白 吃哪个更有营养 一枚普通大小的蛋 蛋黄约含三点八克蛋白质 蛋白约含二点五克 所以丢掉哪个都很浪费 酒水煮蛋隔夜了还能吃吗 如果彻底煮熟了 并且放到冰箱里 第二天吃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溏心蛋 那就果断丢掉吧 今天和大家分享鸡蛋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鸡蛋炒韭菜 一道以鸡蛋和韭菜为主要材料炒制成的菜肴 韭菜又名起羊草 胃干 腥 性温 含有挥发油及硫化物 蛋白质 脂肪 糖类和多种维生素 有健胃 提神 温暖等作用 鸡蛋是人类最好的营养来源之一 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蛋白质 是极为大众化的健康食品 首先准备韭菜 把韭菜放入盆里 倒入清水清洗干净 韭菜是饮食中常见的一种蔬菜 也是可以用来入药的一味中药 吃韭菜具有以下几种好处 第一种 韭菜是一种温馨的食物 具有温中开胃的功效 可以用来治疗胃寒等疾病 第二种 具有补肾蛀羊的功效 可以用来治疗羊尾 早泻 宜经 多尿等疾病 第三种 具有行气活血的功效 可用来治疗血瘀这种疾病 第四种 有散瘀的作用 用来治疗跌打损伤 洗净后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两个鸡蛋 把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一小勺生抽搅拌均匀 鸡蛋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品 同时也是营养丰富的补品 鸡蛋含有人体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及氨基酸 特别适用体质虚弱的老人及小孩 经常吃鸡蛋能增加机体的免疫力 蛋清含有丰富的蛋白 能够补充人体蛋白质 蛋黄内含有丰富的胆固醇及卵黄汁 能够提高人的记忆力 锅里倒油烧热 油温一定要高 然后倒入鸡蛋液才会迅速膨胀 口感软嫩 鸡蛋定型后用铲子切成小块 盛出备用 锅里放油烧热 一定要大火 倒入韭菜快速翻炒一分钟 断生后加入适量盐和蚝油继续炒匀 倒入鸡蛋块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简单又香喷喷的 韭菜炒鸡蛋做好了 韭菜的营养物质十分丰富 口感鲜嫩 味道鲜美 可鸡蛋是绝配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朋友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 我是小颖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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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